反应第二 古之大画者乃于无形俱生 反以观王赋以厌来 反以知古赋以知今 反以知笔赋以知己 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 反古而求之 事有反而得负者圣人之义也 不可不常 人言者动也 寂寞者静也 因其言听其词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 其应必出 言有相事有彼 其有相彼以观其次 相者相其事 彼者彼其词也 以无形修有生 其调与何事得人识也 其由张居网而取寿也 多张其会而思之 道和其事彼自出之 此调人之网也 常识其网屈之 其不言无比 乃为之辨 以相动之 以报其心 见其情随而募之 即凡王 彼父来 言有相彼 因而定机 重之习之 反之父之 万事不识其词 圣人所有余智 事皆不一 古善反清者 乃便归神 以得其情 其便当也 而募之神也 募之不神 得情不明 得情不明 定机不神 便相彼 并有反词 以还清之 欲闻其生 反末 欲张反脸 欲高反下 欲取反语 欲开情者 向而彼之 以目其词 同生相互 十里同归 或因此 或因彼 或于世上 或于目下 此听真伟 之同意 得其情诈也 动作延没 于此出入 喜怒由此 以见其事 皆以先定 为之法则 以反求父 观其所托 故用此者 己欲平静 以听其词 查其事 论万物 别雄词 虽非其事 见为之类 若太人而居其内 良其能 设其意 福应不适 如藤蛇之所指 若意之淫实 故知之时己 其自知而好之人 其香之也 若比目之余 其见行也 若光之余影 其察言也不失 若此时之取真 如蛇之取反骨 其与人也微 其见行也急 如阴与阳 如圆与方 未见行 愿以道之 既见行 方以示之 进退左右 以示思之 己不先定 目人不正 适用不巧 适为妄情失道 己心审定 以目人 侧而无形容 莫见其门 适为天神 坚强 。 蜘蛇 pm 街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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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